狗的青春期是指狗狗进入成年期的阶段 一般在6个月到2年之间 在这个阶段狗狗会经历身体和行为上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会对狗主人产生一些挑战和困难 身体上狗狗的体型和体重会开始增长 鸭齿也会长出来 因此狗主人需要为狗狗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运动 以确保狗狗的健康和成长 此外狗狗的性成熟也会在青春期到达 这意味着狗主人需要考虑节育的问题 以避免狗狗的不必要繁殖 在行为上狗狗会变得更加好动和冒险 狗主人需要提供足够的刺激和运动 以防止狗狗的行为变得破坏性 此外狗狗也可能开始表现出一些不良的行为 独咬东西叫喊和挑衅其他动物 狗主人需要适当的引导和训练狗狗 以帮助其克服这些问题 狗狗的青春期也可能对狗主人的关系产生影响 一些狗狗可能变得更加独立 渴望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而不愿意与狗主人互动 狗主人需要理解这种变化 并尊重狗狗的需求 另一方面一些狗狗可能变得更加粘人 希望和狗主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狗主人需要提供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以满足狗狗的需求 总体而言狗狗的青春期是 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阶段 狗主人需要了解狗狗的身体和行为变化 并提供适当的照顾和引导 通过这种方式 狗主人可以帮助狗狗度过这个重要的阶段 并建立更健康和亲密的关系 以下是一些狗主人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 1.提供适当的饮食和运动 狗狗的身体正在发育和成长 需要充足的营养和运动来维持健康 狗主人应该为狗狗提供高质量的食物 适当的运动和游戏 以帮助其保持良好的体重和健康 2.考虑节育 青春期是狗狗性成熟的阶段 因此狗主人应该考虑是否对其进行节育 节育可以帮助狗狗避免不必要的繁殖 并减少某些健康问题的风险 3.适当的训练和社交化 狗狗在青春期可能表现出一些挑衅行为 如叫喊咬东西等 狗主人应该适当的引导和训练狗狗 以帮助其克服这些问题 此外狗狗也需要与其他狗狗和人类进行社交化 以帮助其发展健康的社交技能 4.建立亲密关系 狗狗的青春期可能会对其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 因此狗主人需要继续为其提供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狗主人应该花时间和狗狗一起游戏散步训练等 以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总之狗的青春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需要狗主人提供适当的照顾和引导 通过理解狗狗的身体和行为变化 狗主人可以帮助狗狗度过这个阶段 建立更健康和亲密的关系 中文字幕提供